谁才是刘备最爱的女人 由于刘备曾说过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许多人都认为 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其实呢 在她一生之中啊 也曾真心爱过 这么三个女人 第一位 甘夫人 这甘夫人 妩媚清秀 肌肤盈彻 犹如玉美女 深得刘备欢心 然而她婚后 便随刘备四处奔波 颠沛流离 在生下流善后呢 不久病逝 第二位 妮夫人 陶谦去世后 刘备入主徐州 收留吕布 可惜 由于张飞醉酒务事 竟被吕布抢了徐州 还把甘夫人 丢在了城内 刘备得知后啊 整日以泪洗面 无心理政 此时呢 布下弥竹 深表同情 便作主啊 把妹妹 娶给刘备作妾 便是弥夫人 但在长板坡战乱中 她为了保护阿斗 不拖累赵云 毅然投井自尽 不拖累赵云